接下来是星光历届以来 大改造年纪最小的参赛者 年仅十二岁的佳宁 会变成怎样呢 会变多像蘑菇 我看那个图片好像也 蛮像郭彩杰的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样可爱 即将变身为 新一代可爱教主郭彩杰的佳宁 改造后的她 是否会变得更可爱呢 非常期待了 三秒钟之后 长佳宁全新打造 三 二 一 新光纪大改造 国际名模时尚F4 全都现身了 年轻的舞赛 好漂亮哦 世界名模的感觉 对 尊小亮变完之后 有人说她是 时尚F4 时尚F4 丁春 陈 三 二 一 有形变得非常强 三秒钟之后 长佳宁全新打造 三 二 一 三 二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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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有没有腿好漂亮 然后长佳宁全新打造 有 而且好可爱哦 对很可爱 因为她瘦瘦的 今天其实 对瘦瘦的可以穿这种毛衣 对可以穿这种毛衣针织的 反而看起来那个比例啊 会显得腿更漂亮 小长在做造型的时候 爸爸有没有跟在旁边 有啊 那爸爸说什么 看到这样子 爸爸说变得越来越可爱了 耶 那小长今天表演什么歌曲 优克里莲的《认错》 哦 怎么会选这首歌 感觉应该是爸爸在听的歌 对 哦 真的啊 爸爸敲爱这首歌的 哦 就是因为爸爸开车 一边听一边听 你也喜欢了 嗯 对 而且好像是父女俩 在吵架的时候听的是不是 是哦 你为什么跟爸爸吵架 因为我一个人在学校 然后他因为堵车 然后就来晚了接我 然后呢 呃 后来呢 他就怎么跟我道歉 我都不听 现在的爸爸好可怜哦 他还是在跟着你这样 跟你道歉 你也不理 对 最后是听到认错这首歌 嗯 爸爸认错 然后就渐渐忘了这件事 哦 真的是 我觉得父母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哎 我们去接豆豆啊 有时候到了 他就说你现在来干嘛 我们说哦 为什么 他就说我还要再玩十分钟 然后爸爸就要站在旁边 等他玩十分钟 然后再下课 所以现在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啊 好好唱这首歌 也算是你跟爸爸认错啦 不要老是让父母道歉好不好 他们很辛苦 好 欢迎小长的演唱认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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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配合同 喔 欢迎小长的演唱认错 好吧 欢迎小长的演唱认错 叫彼此都在孤獨裡人就相信 不怎麼告訴你我還愛你 是我自己錯誤的決定 我要告訴你我不願意 叫彼此都在孤獨裡人就相信 不怎麼告訴你我還愛你 是我自己錯誤的決定 怎麼才能讓我告訴你我不願意 叫彼此都在孤獨裡人就相信 我怎麼告訴你我還愛你 是我自己錯誤的決定 是我自己錯誤的決定 這首歌一定要請這個當年可以說 這首歌跟優克林林是世仇的凡人 小胖老師來點評一下 桃子你太討厭了 那是林志堅老師自己都有講過啊 你幹嘛勾起往事 害我沒有辦法這個很平心靜氣的 仍然有對他們仍然有恨嗎 沒有 我覺得佳寧其實是有進步的 不管是舉手投足舞台的整個感覺 可是這個歌你唱得太斷了 它應該黏一點的 它是有一點點 它的尾音的處理其實滿重要的 你的演唱的完整度是有 可是那個情感的那個投入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有落差 要超齡演出一首成熟的歌曲 本來就是一個挑戰 我們看看你分數能不能過關 請評審按燈 小腸 常嘉明演唱 認錯得到的分數是 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分 喔 不錯不錯喔 哇 劍寧老師 這位小朋友指日可待是嗎 當初這首歌我覺得 優克林就是有城市新民謠 它帶給這個市場上很清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選他們的歌 其實是對的 因為你的聲音裡面 沒有太多的矯情 就在情感的演繹上面 我覺得你非常的真摯 非常的發自內心 以你的十一歲的年紀 能做到這裡已經非常不簡單了 希望你繼續加油好不好 好 繼續加油啦 恭喜成佳你